跟人躺各藥 玩家的技術走勢對方 當然大家要留意 今天升5% 可能是藥股 今天說的是藥股很厲害 包括藥名生物 普遍藥股都向好 所以今天同仁堂割藥 是不是因為藥股就衝上去呢 要小心這個 但是無論如何 你看技術走勢 今天算是OK的 原因呢 既可以這樣畫 一條下降軌 先後突破兩條下降軌 第二 就是這些突破這條下降軌 跟藥物股無關 因為今天藥物股才扮上去 就是跟帶動無關 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喘穩跡象了 就是先後突破兩條下降軌 加上第二個就是 這條線 這條線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 形態上 就有雙底 一個底 兩個底 頸線就在10.06元 這條線就是一條下降軌 今天已經穿上去 而且呢 就穿上平均線 多條平均線 10天 20天 是差100天 就穿過下 就穿得而復失 換言之呢 就無論是 平均線 趨勢線 雙底 以至平均線 都是發出利好的信號 而成交呢 都有增交的 雖然你說是不是很爆發性 就說不上 但是都增加 都 比平日 就多了不少 換言之 上升動力 都是可以的 所以 技術走勢 又開始出現 轉了好的苗頭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可以 留意一下 因為有前面 再反覆向好 短期內 可能走勢 會先回應 因為今天升幅 不少了 5.8% 對於這個股份來說 是比較大 因為你看到它 大升大跌 不是那些大升大跌的股份 升5% 就算是多了 有可能 出現獲利回吐先 如果有興趣 捕捉它的潛力 可以將指示位 放在10元 或10元2毫指 左右 回軟度 接近10元 或10元2毫指 一個短線的操作 投機性 買入 接著 就可以回軟再升 完成量度 升幅 量度升幅 大概是1元 多一點 可以去到12元左右 有力 而事實上 按營態上 最重要的力 就是這個 13元 所以潛力所在 就是這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股份 就是同仁堂割藥 等下